大家好 欢迎收看2020年6月19日的荣耀华尔街 我是奎奎 台股今天开盘上涨8点 开高走高收在11410点 整体大盘是上涨15点 台股的基本面加 百万的年轻人已经前进台股楼 而且特别钟情于这个零股交易 那加上央行非常看好6月的热钱行情 也是外资拼作战的时候 让台币持续的强势 后续凡事解析让我们交给 经济日报选顾记录冠军保持人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以及Telegram 粉丝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周五了耶 今天这个大盘又是上涨的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因为洗刷了这个 我来就是叠的状态 所以今天还是涨 而且除了涨之外 已经昨天洗刷了 对 昨天或许有人觉得说我们运气好嘛 对 然后那今天又再一次嘛 所以就不会再叫你什么叠叠 还有人说要叫三葵啦 因为三葵是绿色的啦 三葵是我杀名是不是 网友这么有创意喔 对有创意 还想得到这个 三葵 好 好险好险好险 对 那今天其实除了大盘涨之外 头上还有很多的个股都表现很好 在昨天送出了这个精选五股 趴兔之后 昨天在节目上有点名的一些个股 像是这个台表科 今天盘中领度拉 创新高 创新高要拉回 这个我更开心啦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 嘴巴有台表科 手冲没有台表科 因为赚了快30%走了 对 我反而怕他拉太高 那飞太远了 我反而我怕我抓不住他 而且头上之前有说要找买点 对对对对 所以他去创新高要拉回 我觉得比较好 他还是洗盘的 这没什么好或不好 对 我觉得蛮现象 你看之前的那个金像店 洗盘也是洗了七八次 对啊 最后是洗盘的时候 头上也受不了了 就走了 结果就会再涨30% 好 足足足跟波段涨个 六七十%以上 所以这个在洗盘过程中 本来就要有耐心 对 要有毅力 要恒心 就跟大家讲 好像在受 好像那个传道感觉 对 有时候反而拉回是一件好事 因为就有进场的好时机 对 然后还有这个 好吃的小笼包 翼龙 今天呢 也有这个4%的表现 那真顶KYA 今天也上涨了约2%左右 见顶也是有2%左右 表现得很不错 就连头涨的这个环球金呢 今天也来到了股价400块 是 环球金其实今天也是 看起来是蓄势待发 准备再穿个波段新高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这些股票都很重要 所以都要只有什么注意观察 大家再讲一下 好 是 好 那今天呢 其实又是周五了 周五快乐天 其实要回顾这周 从上周五的下影线打白点 就是头涨的这个独家秘密 对不对 对 周一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低点之外呢 周二开始还一直缓步上涨 一直到了今天 所以这个下影线达白点的秘密 头涨真的又是再度的 预告成功 没有错 没有错 是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说 我一直想说 用逻辑可以思考未来 嗯 我一直讲说 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 我把技术分析的书 烧掉了 烧掉是夸誓啦 说我说话 是丢掉了 真丢掉了 因为其实有时候是无招甚有招 但是我不是要去诋毁任何的一个同业分析师 我就没有必要 大家都很尊重 只是我都很尊重大家 是 只是我要说的是说 就我个人而已 我发现你要加技术面 加床面是基本面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的说 全台湾只有我嘛 这个很简单 只有我什么 只有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我 这一波我率先发现 下影线白点它是买点 从三月十九号 三月十九号 如果你知道下影线是白点的话 你可以赚了大概三千多点 对 你做期货是多少 当然说我们没有在收收期货会员 虽然投资站有期货分析师 可是我跟你讲 白点秘密其实这边 然后在五月二十五号我就公开了 我在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我就公开了 我在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公开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来 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就公开了 所以公开的过程中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时候台股 一万零四百点 这个图 这截图截得不好 左边没有写点位 没有关系 我回去再去念一下 再去抢一下制作团队 做得不太好 在那时候在一万零四百点 我如果没记错 结果又在拉了 大概在拉 大概一万零 差不多又拉了八百点 又拉八百点以上 所以五月二十五号那时候 又再拉八百点 那在六月十二号 上礼拜五的时候 上礼拜五是 魁魁你嘛对不对 是我 可怕的周五 你为什么 投资长你为什么不正面思考 可回来的时候下跌的时候 反而让你制造买点 我投资到我 就是一个正面思考的人 我一直说 用逻辑可以预告到未来 因为我率先发现了这个东西 你如果纯粹是下影线白点 我跟你讲 你会做错事情 我一直讲你逻辑 你会做错事情 什么做错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给我 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大盘的一个分析 来等一下 这边 就大盘的分析 这边有下影线白点 有没有 是 你看这下影线白点 我们看清楚 有没有 现在他还在插 对 他还在插对不对 是 他还在插 所以说 重点逻辑思考 是因为现在无限QE 现在每个人都讲无限QE 画面给我 每个人都讲火山市消费 火山市爆发 然后一切一切预告在前面 可是这些台词 你们都知道是 投资长我预告在前面的 你看我第一次节目 你会觉得胡扯 可是你要去想想看 我的逻辑思考 包含我昨天说 前国安顾问 波顿的新书 我在讲一件事 他告诉你川普秘密 告诉你川普为了选举 不择手段 所以他不会打 中美贸易张2.0 而这些逻辑 都是我预告在前的 都是我预告在前的 我用逻辑来告诉大家 预告一些未来 甚至于我要讲说 我不得不说的是说 因为今天 葵葵有跟我提到生计股 对 这件事情 我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他主动问我 其实我还不想讲生计股 因为我就真的没碰他 对 你说 因为像今天的这个 报纸跟新闻的头版 都说很多年轻人 现在开始玩股票 原因除了就是利率降低之外 这一波生计股 很多人吃到甜头 像我真的有些朋友 他过去从来不玩股票 他不觉得股票风险太大 但是突然跟我说 那看你投资什么 台湾五分都是风险的 是 对不对 好 突然跟我说 欸葵葵我最近买了 某支生计股 结果他 这个报酬率有10到20 30甚至40% 然后从此之后 他对台股信心大增 就说 好从现在开始 我要来认真投资股票 而且这样的人不少 非常多 哎呦 头长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出生之毒不畏虎啊 不知道外面有坏人存在 这世界上坏人很多存在啦 Don't tell me why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是 你觉得你想问的话 好啦那就告诉你啦 我要接近来就是说 生计股 你们真的没有碰过什么 叫做十九根蝶蝶版的故事 嗯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这碰了以后 你就知道 这什么叫做恐怖 这也是我 我觉得我不太想要碰生计股 我碰的过程中 就是有人问我 我说台药 我说小赌一性 可是问题是瑞德西韦 它有很多 它现在有很多解药了嘛 已经不是瑞德西韦吗 对不对 所以它有一些 瑞固醇消炎药嘛 对 这我跟大家讲 这也是我第一个跟大家讲的 那我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 这个不止瑞德西韦的概念 所以我只是讲台药 可是问题是其他生计股 我到目前都没有碰嘛 台药中化生嘛 可是现在新闻 每天都在讲这个 都在讲这个 那我只能说 投资票 因为这只代表热钱太好了 对 热钱太强 是 所以今天怎么样 今天今日日报头版也是 六月热钱行情嘛 是不是 六月热钱行情 来我们看一下 它是明镜六月 央行看六月热钱嘛 这还会涨 欸 是我讲的 但央行决定不升息的时候 决定怎么样 外资会再汇进来 是 央行决定不升息的时候 外资会再汇进来 来 后面给我 给葵葵 我们讲这样的话 对 之前就讲过这件事情 一直在讲 我说这个很奇怪 降不降息都有利多 只是外资不降息的话 会有热钱进来台湾 因为相对而言 台湾的利率相对维持高档嘛 对没错 你看新台币 你看今天又跌了 欸 用逻辑可以思考未来 所以今天台股又涨了 投资产一点 已经涨4天了 欸 1244点 这么高的点位 还可以见低点 只要见到下影线还低点 这些逻辑思考 我都预告在前面 你要找不厌的分析师 我画面给你 画面给我 画面给我 不是 我可以很大胆跟你讲 你们现在对生技股 我完全没有风险 你们会后悔 你说我有风险 好 我盈亏自负 好 我真的会停损 那我觉得你勉强可以做 如果你要跟你不知名的人 不知名的玩友 我知道现在很多 有很红红辣 很多人 投资产叫我说 投资产你变老人的啦 因为说做那个电子股的 或者是说 某个什么叉叉会的 我也不要讲 因为不要攻击人家 我不太远攻击人家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要比生技股 如果真的要做那种股票 我要跟大家讲 我自己 我是自己敢做 可是我这位分析师 我不会叫大家做 那因为跟大家讲 我现在是分析师了 我自己也不能做 我会跟大家讲 可是 你做的前提 你要知道 风险多大 你不要觉得这个没有风险 好不好 这有些 营收只有18万 然后股价可以标个 一两百块以上的 一个月18万的 都没有 那请员工都不够了 你跟我讲这个 增进股 那你说这也有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所掌握 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疫情到最后就流感化 这是我全台湾 我第一个讲的 像越南越多说 你不要流感化 中国多了几个人很恐怖 他唯一强的是 因为他感染力超强 然后会轻弯 这个 这个 这个系统 就像病毒攻击 就像网站一下 攻击一下网站 好像滴滴豆子 是不是这样讲 我专业性的有些 不太懂 就是有些 有些清洗网站啊 然后就是那些网站系统啊 就是官方网站的网站 同朋友 是 这个你听不懂 没关系 好没关系 因为愧愧没关系 我们先不用看那个 我知道他很想看那个 留言 我们重点不是这个 因为他想要看那个留言 就是说很多人 看大家说什么 问我什么 说 也不用问我那么多 就像你说 我是不是老人啦 同志长 对 我跟你讲 我不跟你讲年纪 可是我年纪 应该是比你想象中年轻一点 你头长 你知道昨天就是 开放留言串的时候 好多人在问头长的 私人生活 那统统不讲 因为那不重点 这不会多回答 如果要问股票可以 对对对 你这表情不错 对 因为重点是股票 我刚才说比想象年轻 所以不要说做电子股市 老人听得头很痛 你们没有遇过风险 真的 那你说 哇 我就是一条命啊 我年轻人二三十万 我就是要冲啊 那我认同 我真的认同 可是你要知道 可是你不要融资啊 你不要去借钱 去买生机股 我大胆不认同 好不好 那我只跟你讲说 我郭总 我要在这边 我也跟大家讲 我是打算做到退休的 好不好 我要做多久 我要做到我再次的最后一天 做长远 我还想工作 所以我做长远 你久了就知道我 对 就像台股 台股提到823点的时候 多少投资人笑我啊 诶 我还是虽千万能无碗仪啊 跟你讲 内德西伟解药 你看现在台股有回答吗 很多人还在跟我辩 说内德西伟不是解药 这个台湾都已经通过了 已经可以拿 已经可以拿重症用药了 还说没有通 还说不是 那就是因为有解药 所以大家没那么紧张 才一直拉起来嘛 如果疫情真的那么严重 早就二次回答了啊 二次疫情早二次回答了 二次疫情是个话题 真的有这个扩散吗 没有那么严重嘛 都在可控范围内 这是罗吉斯老跟你讲的 同意没有 网路上 哇跟着谁 你跟着完美 数位平生的素人 你真的会后悔 我是跟你讲真的 他跟你报个股票 那你拉上去了 你就背后有没有人支持他 最后会不会出货给你 我真的 因为我再讲下去 我变成我针对谁了 我不想要 又什么 因为我真的很红 我真的很红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什么都没讲了 人家就要攻击我 我也不想 我只是这样 我希望投资本有助于风险 你要找 要找合法的证券 加个证券 投资 只有投资顾问 这个还不一定是合法的 证券投资公司 那合法的是不是一定会赚钱 我也不会跟你讲说一定会赚钱 可是至少 我习目改名 做不改信 你可以找到我 我们该讲的该负责的 我们该认真做的事情 你都可以看得到 这很重要 这逻辑很重要 不要赚到钱了 投资票我变成股神了 投资长你的话我不想听了 这种话我听了几十次了 好多投资朋友参常跟我开玩笑 投资长 我看你节目 是要看你对作的 对作到最后呢 毕业了 我还活着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股市中赚多少钱 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我在不了解一个人之前 我不会去乱批评别人 我要做的是胜算 我投资股票我也是一样 我的逻辑思考是可以预见到很多未来的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么分析 不论是川普 我说年底之前 这样跟你讲说 从前中美贸易战的协议 8523点我说低点 有人说投资产 有人讲8523点低点 是过一段时间来讲的 绝对不会有人像我在当天直接一讲 8523点是最低点 请你找出证据来 最低点跟买点的逻辑是不一样 我讲的是最低点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样分析 我是有感而反讲很多东西啊 包含新台币 为什么我讲疯狂六月天 你看六月份是不是台币是不是很夸张 是不是 是不是 台币是不是很夸张 新台币六月是真的啊 那是不是疯狂六月天 你看就 为什么 疯狂六月天为什么疯狂 因为热钱啊 so hot 热钱啊 多疯狂啊 so crazy 同学这就是这样热钱的行情啊 就这样子 用逻辑思考 赚该赚的 赚比较稳的 因为我的粉丝 人比较多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不只要看我的点阅率 因为点阅率其实可以打广告用的 我自己也有打小小的广告 是 可是Live跟Telegram 这就是实际的人数 尤其Live 骂造假 因为现在那个要 讯息数量人数 还算钱的 没有讯息造假 所以Live是全台湾最多的 以前创造7万人的 还给前公司啊 我自己要再创造一个 现在要快4万人了 就是有这个实力 Telegram也是 这一手软 这个软体也是我全台湾 第一个公开使用的 分析师 这都是事实 Telegram可以找我第一封讯息 你去比较每一个分析师 看我们是摩尔第一个率先启用的 那你当然找找第一名的分析师嘛 你要找大家看的分析师 为什么能存活那么久 存活到大家觉得我应该年纪很老 我就想说 没有 我要算年轻人 你不能因为我这一波 你不能这一波我没有做生技股 你就说我老了 不能接受 我长看还是很年轻的 可是有时候讲话 比较老成一点 我私底下讲话速度 还比较更快 投资啊你讲话已经很快 已经含乳蛋了 私底下更快 你问他 对 对 没错 对 大家觉得我这次节目讲的 已经有点快就对 私底下大概再快三倍 有没有 是没错 他非常的 你看 点点头 对一开始他听我讲的话 速度受不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所以 算年轻人 不要说我老了 所以就是算年轻人 只是我投资经验很老 很十足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些风险 好不好 跟大家讲一些风险 那我就做比较稳的 比较有基本面的嘛 什么叫稳 像见顶我之前 也怎么样 你自己看 他是不是那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看见顶 艺龙我那时候跟你说 我要走高值率股票 我们讲 我说我要找 这个是二月 这边是二月 来给他看 这个无虾米 打这个无虾米 我打这次打无虾米 你算老人还算年轻人 好啦 来 这是二月份 是三月份 二月份 这是武汉缺口 那时候武汉缺口 哇 头上 这个箭底根本没在动啊 你看这样拉起来啦 我的股票你有时候放几个月 放半年 他到时候还是还你清白 只是有些人受不了 我说最坏的情况之下 最坏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犯一阵子以后 你发现 还是涨 我希望我的股票是这样的股票 那升级股 我没有这样把握 我没有特别去攻击谁 我会成年轻书 这个攻击什么软体 我要跟大家讲 我只想说 软体的本益可能是善良的 可是有些人 可能我要利用到你 这很有可能是事实 可我不知道特别针对谁 因为投资表 你都已经成年了 你自己 你的人生的风险 你要自己支付 我要讲清楚 好不好 到时候只是 我认为出事情 会出大条的 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讲 看多了 来 我要跟大家讲 来 所以在这边一样 你自己看见顶 这个殖利率6%以上 到今天已经变5% 为什么5% 因为一直涨啊 你看已经回补缓缺口了 一直涨啊 你在这边最低多少 80块的股票 是 那时候你看看 你发了 5块6块以上的一个殖利率 你自己看殖利率多高啊 好不好 你发45块以上的殖利率多高啊 一度到6%以上的殖利率 你自己看 80块到现在已经快要到130了 连做牛皮股 都可以涨了50% 60% 这就是我要的一个股票 我选股票要稳 我刚刚说见顶跟什么 翼龙 我今天有稍微 告诉你一些部分答案 做部分答案 全部的答案 我不想跟你讲 我在去年12月有讲过 如果是我真实粉丝 认同我的粉丝 聪明的粉丝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你现在不了解 不代表你不聪明 可是你可能还不认同我 或者你不到算我疯狂的粉丝 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讲 我讲说翼龙跟 见顶 这几天还会再发动 我们讲 有 昨天 昨天才讲的 昨天才讲的 没有错 昨天才讲的 今天就发动了 可是事实上是昨天才讲的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会举一反三的人 去年12月你就知道 我有讲了 去年12月你就知道 我有讲了 我那时候 那时候的一个主题 话题 是生肖 生肖 再生肖 一直生肖 一直生肖 这才听不懂 成分股生肖的生肖 还听不懂 不是12生肖的生肖 还是听不懂 那代表你不是我粉丝 你有空你自己看 11月12月的节目 12月跟你讲12月底好了 就这么简单 有空自己看 你想成为我始终粉丝 慢慢看 我的节目 是像连续剧一样 我的东西 我的逻辑 你真正内涵的人 你知道我郭忠 不需要当分析师 我也可以为生 像这种行情 我就一定会把握住 听得懂吗 听不懂没关系 代表你还在股市可能半年 你研究的没有像我每天研究十几个小时 我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我讲这些话是 你听得懂就听得懂 你听不懂就听不懂 我很多事情的 很多话语都这样子 当我想要跟你讲清楚的时候 就会讲清楚 例如 我觉得近期内 我觉得非常看好 翼龙跟见顶 你们有说要结论吗 我就跟你结论 这就是讲话的医术 好不好 翼龙跟见顶 近期我会看好 你说会长个几十percent 这很难说 可是稳呢 会稳 稳中带挺 稳中带上升 可能 可能在稳健的一个程序下 慢慢的 逐步的往上涨 这是我近期看好的股票 我讲的 那我昨天是说我送的 昨天好像快2000通 也快2000通 当然很疯狂 可是我发现一个现象 这次送的没有上次多 上次2000多通 这次是快2000个 是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 会哭手我的话语 我那时候在3月17号送 对不对 这边对不对 3月17号送 那我近年一句话 你还有钱 有人调开我 还做一个字卡 还做成我的图片 因为我下字幕 你还有钱 这边送资料你们真的有钱 因为2000多人要资料 你知道吗 现在这边你们没有 奇怪了 奇怪 你们觉得这边风险很高 是不是 因为这一部分 反而更准啦 你知道吗 3月17号叠这么凶 我以为大家都不相信我 反而2000多个要资料 是 这边反而少一点点 不能说少很多 只是说有人在怕了 是因为太高 还是头长觉得 大家还没有出来 想还在里面 我觉得 都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怕的成本多一点点 那我只能送你四个字 会怕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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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事吗 是啊 行情总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上礼拜怎么说 二次疫情 结果这礼拜长几天 长四天 二次疫情啊 港版国安法怎么说 哇打针的啊 对 哇资金要从香港流出去的啊 哇这香港毁了 台湾资金动弹了 会不会中备打起来啦 中备打 假的 人家前国安顾问 美国前国安顾问 还粗心输 川普气得要死啊 他说他就是一切为了选举啊 还求劳 我觉得他讲的有点夸誓 可是他就是为了选举 所以这些逻辑思考 我都预告在前面 所以这次送资料 我会跟大家 我只削开一档 都知道没有他们别的股票 我不打算跟你讲啦 好不好 你要的话你最快就加入我们行列 加入我们行列 080668085 冠军55 精选55 part2 我那时候part1多少 最高多少 你自己看报仇 来来 夸不夸张 都50起跳 没有一个30%啦 平均有50%起跳 然后快60%了 精选55 part2 这是part1 这是第一部分 part2这边送一个 可是我跟你讲 五档今天没有表现都很好 我讲实话 可是我之前送精选55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这样 一开始被人家骂了一个礼拜 对 后来骂了一个礼拜的 就飙了 所以想跟我对坐 通通毕业了 所以真的不要跟我对坐 你要看你就责你所爱 爱你所责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 你觉得这个节目是个好笑的东西 幽默风趣 你可以看哪 就是好笑的 这个不准 真的不要浪费你生命 你也不要继续跟我对坐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不可能不存成真的样子 好不好 然后还这么多粉丝 加入行列 你用逻辑思考就知道了 有些年轻朋友 就是年轻气盛 可是你用逻辑思考 就知道一些话 其实没必要去讲 一样 你用逻辑思考就知道 为什么我这些风险 我会讲在前面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所以你去现在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这我一直要讲 这是益龙这些股票 好不好 所以股票 今天要有事务日 等一下有机会 再跟大家讲 好不好 事务日 那中央财星来的投资朋友们 等下可能要提早结束了 如果你有兴趣 要加入我们行列 因为加入我们行列 因为6月热钱行情 还会持续 因为这一次 居然央行不打算降息 稍微有 我眼睛有掉下来 还没跌破 因为我两个都有稍微 跟你讲结局是什么 可是他有说 不排除再开会 这代表他还是随时要降息 可是在还没降息之前 热钱会持续来台湾 是 热钱会持续来台湾 好 所以你要注意 这个情况好不好 一切预告在前面 那今天雪中送单 稍微跌一点点 那雪中送单 我已经跟你讲 跟money有关系的 这个算是非常提示 非常清楚的 我不会到时候突然 给你变出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我每天讲 雪中送单今天是涨 今天是跌 今天涨今天跌 我每天哪一天涨哪一天跌 你去对照到时候那一档股票 绝对是符合 好 因为我教会你买进的时候 我就只跟你讲 那一档股票叫雪中送单 XXX代号XXX 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想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所以不能雪中送单 或者是说 我说黄泉青快喷了 很多股票我希望你赶快把握住 你看快喷了 好 不论对握错画面给我 我一切的一切 预告在前面 综合台新的朋友先拜拜了 那YouTube的同志们 继续收看下去 好谢谢各位 每次都2% 2% 好两部分这样子 我们精选物也part 2 所以逻辑思考很重要 那在这边我先跟大家说 事务日 事务日就是指数期货 指数选择权 个股期货 个股选择权 指数选择权 个股选择权 这4个结算叫事务日 那会不会有一个波动 因为我上次说结算见长则 你看喔 果然5月的结算见长则 台湾股市还涨个快800到1000点 对啊 我都有预告在前面 真的 那这一次你说台湾股市 刚结算完毕 对 负值指数 刚生效 嗯 那有些其他还没有生效 高股息的 有些还没有生效的 好 可是其他刚生效 应该说 礼拜一算真正生生效 今天收获盘后生效 那这些股票 会不会造成就是说 诶 负值指数也生效了 然后也结算完毕了 事务日也结算完毕了 会不会行情往下 对啊 有点害怕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那我跟你讲说 所以知青行情搭配很重要 是 一直讲的 无限QE加买公司债 这个你不必担心 除了说出生之独不畏虎 其实最近也是很多年轻人 刚进股票 美国也是刚进股票的 的绩效 完全连压过那些老年人 对 这是一个很奇怪 很特别的现象 好像你是年轻人代表 我是老年代表 没有 可是这个是真的 因为就是 最近独有特有的现象 而且就是 特别爱买台积电 在铃骨这边 哦 你讲赏户 然后讲年轻的赏户 对 我之前有跟你讲说 零股交易 下半年开始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零股交易会正式生效 你在盘中就可以了 盘中很好 你记得看我的节目 礼拜六我会再播一次给你看 你还记得看 到时候会更多散户也进来 好不好 会有一些零股股神 不过头长你觉得 到时候假如说 真的有这样的局面 那散户的筹码开始升高之后 你觉得这对大盘 或者是对整体是好的影响 我反而觉得说 你可以用零股交易去看 到时候如果散户 越喜欢这张股票 他筹码越乱 对大盘我觉得影响不大 对个股影响蛮大 你可以观察到有些个股 如果散户 一窝蜂的 甚至于譬如说 他的价格是100块 他运用102 103去追 对 那代表是筹码凌乱的 对 这边过热 像现在升级股很多也是 要么一下涨停 要么一下跌停 他其实已经有点过热了 是 或许最好赚了一段 已经没了 好不好 我可以确定的是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用悲剧收场 我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我是几乎可以确定的事情 好不好 做好风险 除非你已经知道你在做赌博 你已经知道 你可以 有这个心态见利了 你可以停损 你会真的停损的 你不会用融资 我切记得拜托 但是这是你的钱 风险要注意好不好 这我跟大家 一切的一切我预告在前面 现在看尼亚厂的分析师 一样 很多个股拉回过程中 我要再买 GIS我考虑再买 GIS 反正拉回我再买 我怎样做动作 就不讲那么清楚 台北哥已经除掉了 讲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这一波我其实很多股票 都讲得很清楚 后面给我 台北哥 今天这个长AK 这个AK量 是真的不太好看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这股票都在洗 你看一下 都在洗 为什么在洗 我说2368 是不是金像店 你看金像店 真的洗得不夸张 真的 这边还没看到 还没看到 葵葵太早做表情 没有人开玩笑 好 稍微开他玩笑一下 这边你看 拉上去是稍微来 是爆亮 你觉得这边爆亮 你自己看 这边你是觉得没局的 是不是 对 这边是觉得没局的 我这边给他画一条线 做个记号 这边你会觉得没局的 对 因为你这边爆大量 对不对 结果你看 好可怕 后面 后面你自己看 这边大家就想要挺损的 可是你看 你有一条 用季线 其实用季线看就好了 其实我的技术分析很简单 你有这看支撑压力 看季线 那就很够了 好 那就很够了 那季线其实 季线那边 当然其实很简单 但就技术分析 其实可以讲的很简单 哇 我站在这个区间 我就看多 我跌破的区间看空 可是我觉得这都太简单 这不是我过程 该挑战的事情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所以我会再用一些 比较深入浅出 然后告诉你一些筹码面 心里面的一些逻辑思考 告诉你未来的趋势 那我是要跟你讲说 那时候其实金箱店 很多次在洗盘 好 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那多次洗盘 这边还有很多次啊 你自己看 是不是 这边也是很多次在洗盘 有没有 这边从14块 早上18块有没有 那时候头信一直买啊 台表哥现在头信也是在买 有没有 这边你觉得没机会 对不对 结果你看整理 整理又一个月 那又再展一下 要去杀 结果最后怎么样 杀是杀出了陈咬金 不是 是一路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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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杀死空军 有没有看到 他洗好久盘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台表哥有一点点像 宣德也有一点点像 宣德也有一点点像 通知啊宣德 进水落台宣德月84块 我快受不了了啦 84块被巴死了 我觉得他准备喷出了 你看这个法人 也是在持续的买钞 有没有看到 投信在买钞 还有我雪中送炭 我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很多都猜出来 有人说 投资啊你买的股票 你都投信的股票 如果你猜出雪中送炭 你就知道 我先买的 我先讲的 投信才进场的 那我只能说 英雄是我的天天投 你不能说 我每次都能投信 进场 那这样子的话 参加我会员没有意思 我要让会员 就是不一样的待遇 这是我跟大家讲 最后我跟大家讲 我说像昨天订阅 哇已经及时可能问的 可是我跟你说 订阅是订阅 会员是会员权益 只有会员才代进代出 订阅是比较 比较了解一些盘中的一些 讯息的看法 一些趋势的看法 比较大概 比较大概论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跟大家讲 甚至一些教学的心法 可是会员才实际的拼生死 拼生瘾 待进待出 这个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操作是这样子 等到订阅要开放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 你可以先事前的 打电话 或留言 或者留讯息 好 因为我们以先寓 先留讯息的为主 我先讲清楚 100个人满就满 我要的话 我就是可能再等一季或一个月 再跟你讲 我先跟你讲 因为已经几十个人问了 我讲的实在话 2万多人的Teremon 快4万人的Line 投资票 这个就算100人 其实可能快就秒杀 这很正常好不好 所以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所以一龙真顶 一龙见顶 真顶今天很强 不讲还好 对 这个也是有机会创新高 所以PCB族群整个很强 有没有看到 真顶有没有看到 真顶我再买回来 之前是卖掉出掉 再买回来 有没有可能台表科是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GIS这样子 有GIS 我有在进场 直接跟你讲的 我这个人有时候 实在的跟大家讲一些东西 你说 有网友 蛮多网友都敲完 要想听投资长分析 鸿海这一档 鸿海 鸿海我跟你讲 鸿海就像见顶 你知道吗 其实见顶我已经对他快没什么感觉 他就喷出去了 那你就喷出去以后就休息一年 那你说见顶 鸿海怎么看 鸿海我剪的很简单 鸿海 突破80块以后 一万无牙 好不好 一万无牙 你就等一下 好不好 那近期而言 我觉得比较短操作的 现在轮到见顶的 可是有时候他去趋势 他展一根 有时候休息一个月 我跟你讲 你要习惯 好不好 你可以想资金现在见顶 像翼龙 风险致富 最好的一个获利 我认为可能 会在我们操作之下 但是你自己参考 你最后风险还是得致富 好不好 所以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行列 那当然 这个国具 是被剔除了成分股 所以下礼拜还有持续的卖压 那持续卖压 卖压过了 国具 7月才是他日子 台股是疯狂六元天记得 国具被动元件 7月才是他日子 渡过完6月以后 7月 被动元件 正式要喷出 我先预告了 我已经时间点跟你讲 为什么我逻辑跟你讲 所以不认读过错 去想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想清楚的 赶快来电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080668085 记得加我们LINE跟Telegram 想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一切的一切 预告在前面 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谢谢 一切的一切预告在前 想要知道我们的精选五户 PART 2 记得来电 0800668085 帮你一起赚大钱 拜拜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